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你看到的真相和你相信的真理 林妖岳飞的冤案得知岳飞的先头部队 已抵达朱仙镇 机军统帅完人巫术没有丝毫的犹豫 便就逃出开封 潮出满日的岳飞正集结大军 准备一举收复就兜 然而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 宋高宗赵构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 严令岳飞班师回朝 圣旨如天 无可奈何的岳飞 只能仰头痛哭 流着眼泪说道 十年之力 废于一旦 可是岳飞再怎么不愿意也没办法 毕竟岳飞再厉害也是王夏之臣 岳家军也还是打着大宋的旗号 吃的当然是赵家的黄粮 因此岳飞再牛逼 也抵不过赵家人的意志赵叔 最后被夺去军权的岳飞 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斩杀 与风波